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和我谈谈关于梅笔无私的事吗 她是烛火之鹅最初的几名成员 她在烛火之鹅科研 这两个字能盖过她所进行的演即便是圣痕 凯文 凯文 我 这些人是在烛火之鹅 这些人是在烛火之鹅 芽姨小姐 好久不见 芽姨小姐 漆黑一片 就像监牢一样的 芽姨小姐 芽姨小姐 如果我没有猜错 嗯 的确 又见面了 芽姨小姐 你回到这里来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请尽管开口吧 在这片庭园中 我尽有一切 但如你所见 他们与我而言 再无价值 谢谢你 一点 像你这样 清和的人 在阴节当中并不多 与他们交流 有些困难吗 恐怕不仅仅是有些 不难理解 芽姨小姐 虽然我知道 这也并非你的本意 可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曾被崩坏夺去过一切 那些撕裂心灵的苦痛 让灵魂满目疮痍 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平静接受 努力化作徒劳的现实 我能够理解 可是 可是 你曾见过许多人 愿意正视过去的苦难 并因此奋起 是吗 只是 仍有改变的机会 和一切已经作结 两者之间的确存在区别 至于我 既然人们已经把我 视作了那个时代的象征 我就应该接受自己与他 同进同退 落幕总会到来 崩坏 只是让他提前了一些而已 可是 就算结局是注定的 我们也无法强迫所有人接受他 不是吗 一天 在此之前 我曾经无意间想到过一个问题 但那时 我总觉得像你提起他 有些太过唐突了 是吗 不必多虑我的朋友 但说无妨 我已经不再像你一样拥有时间了 又有什么需要介怀的呢 你曾说过 是崩坏让你无法继续站在舞台上 可是 那似乎不代表你无法继续歌唱下去 或许情况有所不同 但就算在战乱之中 艺术也应当有存在的价值 甚至能发挥独特的力量 你说的没错 芽衣小姐 即使举目似望已是生灵涂炭 艺术仍然能够存续下来 鼓舞活着的人们 带来希望 可是 芽衣小姐 你有宁神倾听过 在那时候诞生的曲调吗 与其称之为艺术 它在灾难中 更像是一种工具 而这 有背于我的本心 本心 艺术的目的 只在于它本身 它不足以 也不应该用来对抗现实 为人们带去希望 既然这是我必须去做的事 那么我更愿意用我的双手 而不是歌声 要稍作休息吗 我的朋友 感谢你的好意 伊甸 就我所知 在我的时代里 有很多前文明的事物 遗留了下来 那么你呢 你的艺术 也有我不知道的部分 跨越时代 被保存了下来吗 这个嘛 我并不知晓 也从未向来访者问起过 我原以为艺术家 都会很在意这类事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答案 不是吗 相比起来 艺术对于人类的续存 难以起到决定性帮助 那么它的消逝 也是必然 只是 芽姨小姐 请看这边 可惜 此处再无星辰了 不过 芽姨小姐 你应该有在夜晚 仰望星空的经历吧 没错 只是越来越少了 啊 我能理解 仰望星空 需要有合适的人陪伴 可是 在我们抬头 仰望星空的时候 它们已经不存在于 视线的落点 它们中的大多数 早已湮灭 我们所见的 只是逝去的残影 是数万年前 绽放的光芒 但这无损于它们的耀眼 时代的象征 正因与时代一同消失 于我而言 最璀璨的星光 正是在陨落时 才落入人们眼中的 你 比起我所知道的 比起我所知道的很多人都要豁达 豁达吗 或许 只是无能为力吧 当然 艺术 往往也具有某种共性 虽然我的一切 都已经留在了曾经的时代里 但你未必不会看到 与它们相似的面影呢 华一小姐 可以容我冒昧地问个问题吗 尽管问吧 尹电 你头上的脚 那是某种艺术性的装饰吗 这个 不是的 我还是不太敢相信 这没什么 是 演奏 歌唱 这么类比或许有些自傲 但我认为 天星之所以闪耀 谢谢你我的朋友 我看得出 熬战熬斗 熬杀熬灭 铭记着一切 以此垂向破灭的号角 敌人 杀便好 拦路者 杀便好 存在的隐患 杀便好 所有的义务 杀便好 长久以来 它们不允许我再持有武器 现在 它们应该满意了 我为此成为了武器 最可怕的那一种 来吧 让我见证你的决断 让我见证你的怒火 将一切 燃烧殆尽吧 倘若退缺半步 任你千刀万剐 对 我的意思就是让你对我这么说 现在 来吧 解放你的力量 让我们去和这个 我不需要谁和我并肩作战 我只需要敌人 他们应当如潮水一般 淹没我目所能见 而后 被我的怒火燃尽 发生了什么事吗 你 过来 你的胆子还真不小啊 绿者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怎么 你就这么希望得到一个对手吗 你对待别人的态度 还真是永远不会好转了 千姐 一个对手 那些你曾经的同伴 也是因此才被你伤害的吗 对你没好处的事 你倒是打听了不少啊 同伴 听着 这种东西我过去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无过是爱手爱脚的噪音 哦 从现状来看 你在以后还想拥有同伴 确实有些难度 但这不重要 看起来你不准被对过去的 实际上隐瞒了 隐瞒 当然 当然 你知道的越早越好 我都做过些什么 我到底是谁 然后 你就不会在我旁边 再转来转去了 你看起来心情不错 如果你愿意接受建议的话 可以多对别人笑一笑 有助于改善你的人际关系 我试过 但大多数人听到后 都在发抖 我是说更健康一点的笑容 就像是 爱力 或者没必 算了 所以 除了战斗以外 竟然也会有别的事 让你感到这么愉快 看来你还没发现啊 律者 你的确和其他人不同 变化 我有多久没见过这种东西了 你既然能做到这种事 来 挑战我 让我看看 你和那些 孱弱不堪的律者们之间 到底有什么区别 孱弱不堪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这样评价律者 人们常说 无知者无畏 倩姐 你又面对过多少 律者级别的敌人呢 是吗 你可以试试看 好了 没必要这么具体 我只是 随便问问 现在看来 见过像你这样热衷于柔令的人 他们战斗 是为了让更多人 再也不用战斗 而你恰恰相反 你的战斗 是为了今后还能继续战斗 你的时代真是无聊啊 或许是因为你们都太弱了 这正是我的疑问所在 倩姐 你的强大 怎么看都太不协调了 它到底从何而来 有情 努力 胜利 这些词怎么看都和你没有一点关系 你说对了 这件事和你也一样 不 力量虽然不是我的目的 但它的确是一种很好的手段 至少可以让一些悲剧不再发生 那你也去做手术吧 会有人对把律者变成融合战士感兴趣的 别来烦我 你应该知道 我想问的不是这个 在接受超变手术前 你已经拥有惊人的实力了 这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吗 用不着多次一举 律者 你不可能再见到像我一样的人了 也未必 如果你还能再活上几万年 也许有机会吧 你做得到吗 律者 那片叶子里 没有你想看到的未来 那片叶子里 在我所见过的阴姐之中 你似乎是唯一的精神感知性 对此刻的你而已 所谓真相 您若是已结识了所有的阴姐 但就算如此 精神 的确如此 为什么 二者 如你所见 在思维与精 在上一个文明中 你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接触过崩坏了 以病症的形式 没错 可是 那种无药可医的病症 你们究竟是如何战胜它的 似乎从某个节点开始 这种夺取过很多人生命的灾难 就再也没有人提及了 答案很简单 来访者 我们的确找到过一种昂贵的方式 能让极少的感染者继续前行 可他们所走的 是逝者铺救的道路 这也是我最无可接受的失败 最不可原谅的罪 抱歉 我不该提起这件事 不必介怀 来访者 我从没有试着忘记这些事 无需他人提醒 我自己也会将每一位试者的名字 那场灾疫之所以再无人提及 是因为与崩坏之后的作为相比 他所带来的伤亡 已经不值一提了 与我而言 那是一生未能消解的业障 可对于崩坏 那仅仅是一个开始 甚至不足以留下痕迹 我们曾认为 牺牲千人拯救一人难以接受 但最后 这也成了一种奢求 我明白了 多谢 请留步来访者 嗯 想来 这便是因果吧 是凯文让你来到这里寻求答案 那么 他自己现下如何 圣痕计划 已经开始了吗 没错 感谢你 来访者 怎么了 如果需要 你可以问得再详细一些的 没什么 我所经受的失败 已经足够多了 但运这一次失败 也有其意义 来访者 你为何感到困惑不解 我确信自己没有显露一丝一毫 你 能够感知别人的心绪 我曾是医者 了解病人的想法是必要的能力 在接受超变手术后 这种以经验形成的感官 也被切实放大了 这并非我的本意 如果你对此感到介怀 我也可以将其封闭 没关系 如果你有利用他的意图 也就不会将事实告知我了 不过 这的确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疑问 说是更为达官也好 更具智慧也好 总之 在阴阶当中 你在思想这一层面 似乎显得不太一样 这 也是你作为精神感知形容和战士的特质吗 还是说 你在接受手术之前 就已经这么 这么 抱歉 我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形容 好大疾风 神神道道 来访者 这是你想要说的吗 这 无需介怀 早已有很多人指出过这一点了 在他人看来 的确是超变手术 让我的性格发生了变化 在此之前 我曾和众人一样 幼于凡俗 却也能因小的哀欢而心绪起伏 我与其他精神感知形容和战士 进行过交流 有些人认为这是开悟 有些人则认为 他们因此失去了真实的自我 那 你又如何看待这一点呢 苏 如果我说真的得到了与众不同的视野 那么 这就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了吧 亏见道路的所在 却永远无力轻身走上前去 这比迷途失路 更让人心灰意冷 但相比起来 我已经足够幸运了 思维能够让我们付出的代价 何等身重 我也曾见到过更加酷的牺牲者 云 能在 芽姨小姐 我应该没有和你说过这件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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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住。 渡任! 我不知道这样问是否合适。 但它的含义, 离ее。 比起其它客硬, 它反而要浅薄很多。 在我看来, 它应该代表了许多更深的意义, 只是 我还未能参考。 不, 我想是你误会了, 雅仪小姐。 虽然客硬的寓意 最终是由爱丽西亚决定 但它并没有那么复杂 我曾说过 刹那是一种技艺 而它所蕴含的所有 也只有一刀这么简单 为了求生 我曾专严诸武 但到最后 我仅有却也最实用的 不过只此一刀 我能理解 极致 原本就比涉猎要困难得多 是啊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刹那之名 从未真正找到过它的后继者 比起顿悟 也许它更需要漫长的魔力 啊 对了 也许这不是能够通用的真理 但至少在剑术上 算是我的一点心得 所谓的清洁神速 在本人看来 其实只是让一个瞬间 在自己眼中变得越来越漫长而已 也就是说 快的要绝 反而是慢 没错 你的悟性很高 或许这也是物极必反的其中一面吧 我自己也是一只半解 只是能够做到罢了 那已经很了不起了 是吗 那 不应该是一种罕见的平行 的确 不应该是一种罕见的 这我还是能够看出来的 仅从这一点 你就和他们有所不同 我一向认为 真正给予一个人力量的 不应该是一种罕见的 我们不必须 我们不一定要争出个结果 我们不一定要争出个结果 不应该是一种罕见的 不应该是一种罕见的 至于往事 她也并非都是愉快的 但就结果而言 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至少我做不到 没什么 这是拥有共同的往事 如果芽姨小姐 也在那时参与过 三人小队的计划 就会明白这不值一提了 什么意思 对我们来说 战胜律者并非唯一的目的 减少或避免这一过程中 造成的损失 伤亡 也是重要的目标 但这不是任何一个英杰 能独自做到的事情 因此 在这个称号 被爱丽西亚提出之前 那些较为出色的融合战士 就已经在尝试 以多人小队的形式 进行磨合了 也就是说 互补短长 是的 为了找到最合适的形式 小队的人数和组合 都做过许多尝试 即便没有兴趣 也不得不和其他战士接触 很多英杰之间的合作 也仅仅只在那时发生过 那 后来呢 这种小队形式似乎相当有用 小队形式似乎相当有用 小队形式似乎相当有用 芽衣小姐 你到底是因为什么 才前来往事乐土的呢 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 只是 在你脸上看见了熟悉的神情 芽衣小姐 你能想象 生存在末日前夕的人类 是什么样的吗 出于职责 我和他们中的很多类型 都打过教导 清剿组织 击凶追恶 这些事我都经历过 事实上 甚至在某段时间 这些事物占据了我工作的绝大多数 无助 按照常理来推断 的确 但事实并非如此 就我所见 人类 远比我们想象中坚强的多 无论一个人是多么普通 多么雷弱 在面对绝境的时候 他们脸上最多的神情 可以说是 与虎谋皮 很难想象吧 既决 又绝望 又残忍 却没有轻气的意思 我还记得 第一次见到这种神情是 我正在追查一个 以庇护名义收容孤儿 却在暗中进行崩坏抗性实验的团体 当我在阴影里 窥食他们的据点时 有个相貌机敏的孩子 就是用这种神情 接过了分配给他的食物 多么坚韧的求生意志 明知道被收容在那里很危险 但为了不被饿死 所以选择留下 那种一直让人相信 他无论如何 都能找到方法活下去 后来呢 没有后来了 当晚 他的人生就结束在了手术台上 仅仅只是一场日常实验 这和你刚才表现的太多 似乎截然相反 因为这才是我想要告诉你的 雅姨小姐 鱼狐毛皮确实有效 但也足够危险 我不知道你面对的人是谁 但既然你也拥有那种神情 那 还是多下小心吧 我会记住的 那这也毫无人 di 那 我得想想 那里还有什么好指挥 的 你 上海 章 我 你又来找我了吗 吕哲姐 这些探索很危险吧 有什么地方 需要我 原来不仅仅是我,就连殷疾 所以,在你身上,难道还有其他奇怪的副作用存在吗? 哎呀,大姐姐,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我看起来有什么不对吗? 至少,我头上可没有长脚吧? 没必要已有所知,没必无私 那种在乐土中时常可见的灵片 谁知道呢? 或许是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这里有什么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意义 这可说不准啊,小白鼠 嗯,虽然对我来说 但对其他人来说 我留下的任何东西 你自私未免太高了一些 没必无私 事实不就是这样吗? 或许,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太多 啊,我又能怎么办呢,小白鼠 像是什么把人类变成崩坏兽的技术 原来不仅仅是我 就连英杰 或者说 你还真是颇有成绩 这个语气 小白鼠 你在乐土一定是独咏的关系吧 加入过那里的人 总是吗 他就连曾是独咏成 够了 小白鼠 没意义的事就不要深究 这对你没什么好处 我是做过一些事 但进化和变革 本就需要一些损耗 而之所以会变成你听说的样子 只能够理解我 只不过都死光了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还是谈谈独咏的事情吧 据说从不离开实验室的你 居然主动申请加入独咏的指挥行动 还真罕见 当然了 虽然我不在乎这种天分 但我偏偏很擅长指挥调度 既然独咏正好缺少这样的人 我也只能代劳一次了 擅长 我听到的评价是这样的吗 果然 没必乌司当时还有其他的目的 哦 小白鼠 你倒是提醒了我 有机会的话 再来指挥一次试试看吧 不过我得想想 那土中还有什么好指挥的呢 所以 你究竟是不愿不行 还是必须要依靠那个装置 才能行动自如呢 谁告诉你它只是个装置的 这也是我制造的人工生命 需要我让它用触角跟你打个招呼吗 你不会真的相信了吧 我只是没想到你会开这种低级玩笑 还是说 我的问题触及了你的痛点 是你先把它判断成普通的代步工具 这么冒失的错误 还不想被别人嘲弄吗 可别小看了它 在关键时候能发挥的作用 它说不定比你还要多呢 比如 检测对象 雷电牙医 当前血压 一百二十四八十二毫米拱住 我没想到的还有另一件事 我从未听说过你还有机械方面的知识 这也是自然的了 虽然你在某些方面的确让我刮目下 检测对象 雷电牙医 当前血压 一百四十四 不过 告诉你也没关系 只是 我毕竟还是个实用主义者 不欢而散也是必然的了 有必要的话 我当然也会离开 Td 走到地面上去的 有必要的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